好久沒有參加這種組合 因為有一種很興奮的感覺 在直播裡面都講了 參加了郭文哲的團隊 從2017年一路看著他連任市長 再到2023年的現在 我們正在一起要邁向總統之路 天亮 下雨 出兵 前面兩個條件都滿足了 現在是不是出兵的時候 去 這幾天我們在台北新議會 我担任總長跟志豪哥 宥辰還有曾宇 我們所有人都在台北新議會努力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質詢 來讓蔣萬介紹延續郭文哲的事證 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希望理性的問證 可以在台灣民眾黨民延續下去 在台北可以過分台來 當然還是不缺 還是缺乏每一個你們 有小小的努力 很開心謝謝大家 在募款開始之後 我們今天已經達到7000萬的成績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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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你們 我們都會是多恩德在總統資本上 很大很大很大的幫忙 當然台北市議會也會持續努力 相信大家會持續監督著我們 讓我們好好認證 當然在這個活動最後 還是要排一下 現在就太紅 好我要先偏彈一下 他在這邊都講紅掉 可以 出一份了 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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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朋友 哈囉哈囉 沒有付的機會好了 還是一樣 希望大家 努力 拉一個 一個 每一個人都回去 把臺灣民眾黨的理念 在韓綠的夾沙之下 我相信每一個人 你的一張嘴一次的拜託 一次的請訪 都會讓更多人一起來支持 那這一樣是我的心願 在2024年可以把這個送進中坡路 拜託大家投下 謝謝 謝謝我們在一起的熱情的團團 謝謝學員王敬議員 為我們簡單的記者 這個我們在5月12日宣布參選以後 當然就開始去開個競選帳戶 當然政治還是有他世俗的一面 就是說選舉還是要花點錢 雖然我以前都盡量把選舉的費用壓到最低 但是終究還是沒有辦法完全不花錢 顧這些員工也要薪水 那我們在520宣布參選以後 就去開個帳戶 那我們就希望這個競選帳戶 當然非常謝謝大家已經有捐一些錢進來 我們希望說 本來說給那些捐錢的人 怎麼講類似一種 叫做回饋 或應該說謝謝 所以你們不要 就是說你有捐錢 那我們就弄一個點數 讓你們去選一些你喜歡的 不過這主要還是一種回饋的性質 不是那種買賣 因為現在進來的錢還是用競選帳戶 競選帳戶還是有很多限制 比方說一個人每次那個店船最多捐10萬 每一個人最高30萬 還是有些規定 還要看你現中華民國國籍等等規定 所以對一些有來捐錢 我們就給他一個小小的回證品 大概就這樣 意思就是這樣 當然這回證品我們還是有限定數量 所以大概發完就沒有了 抱歉 那如果我錢不夠 我會再想辦法再去跟我們募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還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市長 我有需要跟你說 你的那個募款帳號開到現在 現在已經988萬 我們都還沒開始 那名廣告怎麼會有捐錢 已經附在臉書上 大概幾個小時就988萬了 不要歡迎大家多多抖呢 我說嗎 謝謝大家 好 大家請坐 這個浴水折發你知道嗎 浴水折發對不對 好 各位關心台灣未來的貴賓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 我鄭重宣佈 代表台灣民眾黨 競選2024中華民國總統 台灣的選擇 開玩笑 首先 感謝3年前 台灣人民給台灣民眾黨一個機會 來服務這個國家 也感謝 黨內同志的努力 讓台灣民眾黨 持續成長 跟茁壯 2024年 是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面對極端氣候 能源問題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缺人才的五缺問題 地緣政治 帶來的戰爭風險 等等 台灣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刻 你的選擇 決定台灣的未來 是一個新政治 還是要繼續沉溺在過去 藍綠互鬥的泥落 這一次 你應該相信 你本來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相信 改變台灣 從改變政治文化開始 相信 柯文哲帶來台灣的改變 我們要改變對不對 我選擇在觀音山前淡水河畔 宣誓參選 正是因為文化 這裡是北台灣最早開發的港口 400年來經歷了西班牙 荷蘭 明鎮 清朝 日本殖民統治 國府遷臺 以至於近日的中華民國台灣 四百年來 政權不斷的更換 但多元文化造就了台灣本土的特色 讓台灣文化更加遠遠流長 更加繁榮茂盛 150年前 馬接穆斯來台傳教 就在這個地方上岸 他看見了台灣人民的痛苦 創建了北台灣第一所西市醫院 富偉歇醫管 他生活在台灣 認同台灣 他是新台灣人的典範 我們要給台灣人一個新的定義 生活在這裡 認同這裡 就是台灣人 這可以解決我們很多內部的問題 我們都是光陰擺帶的過客 仇恨衝突都會過去 只有美好善良會留下來 為什麼 柯文哲要參選2024總統大選 因為 台灣應該是一個團結和諧的國家 不應該是一個分裂鬥爭的國家 台灣應當是中美溝通的橋樑 不應該是中美對抗的棋子 台灣應當是美麗之島福爾謀殺 不應該是外媒所說 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台灣應該有一個清廉勤政 愛民愛鄉土的政府來帶領人民 不應當是口號治國 載留子孫 製造仇恨對立 2024要成為翻轉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多年來 執政了民進黨 因為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利益 治理失能 前瞻計畫不前瞻 特別預算不特別 毫無財政距離 面對少子化高齡化 肅所無策 數位轉型 司法改革 淪為紙上談兵 從能源危機到武缺 甚至缺彈 讓外資卻步 政府成了企業投資 最不可靠的因素 讓台灣錯失了許多發展的機會 面對2050健能碳排放 即將帶來的衝擊 毫無規劃 百費待局 年輕人看不見希望 但是 我們不能這樣就算了 我會以理性 物質 科學的精神 重建 聯能政府 我會援手財政紀律 健全中央與地方財政 讓國家能永續發展 我會尊重專業 重建文官制度 加速政府的數位轉型 提高行政效能 我會發展穩定的能源 不讓跳電成為台灣的危機 我會延長現役核電廠的使用年限 確保能源轉型局的安全 鼓勵再生能源穩定的發展 我會國土重規劃 全面健檢水資源 讓台灣遠離水和災 成為世代移居之地 我會讓台灣的高等教育 重返世界百大 從大學的系所結構 評鑑方式 教育內容 做制度性的調整 重建技職體系的價值 讓學生更具國際競爭力 我會全面建立 友善生養的職場環境 讓年輕人感生能養 解決少子化的國家危機 我會以多用方式實現居住正義 保障居住人權 我會友善新住民 維護新住民權益 促進社會的共融與和諧 總統好 總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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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柯文哲 過去30年 台灣的民主化 固然有其成績 但是現在也面對一個 藍綠互鬥內耗的局面 歷經三位總統 無法解決 現在是改變的時候 我會以聯合政府創造和諧社會 用最大的包容讓台灣團結 用最大的力氣團結台灣 而且會堅持達成目標 我會主動召開國事會議 邀請主要政黨的負責人凝聚共識 唯有內部有共識才能團結對外 依據憲法規定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建立責任政治 解決總統有權無責的亂象 面對台海緊張形勢 我會務實處理兩岸問題 在確保全體國人 繼續享有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 恢復和對岸的溝通管道 我會繼續以五個互相的原則 在對等尊嚴的條件下 促進兩岸和平 增加彼此善意 減少衝突的危機 創造台灣和平 我們備戰而不備戰 能戰而不求戰 以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來維繫印太地區的緩容穩定 各位 各位 就在你們左後方的紅毛塵 四百年來 經過了九個政權 他看著福爾摩沙台灣 從原始山嶺 碧露藍嶺 發展成為現代化國家 現在 面對千變萬化的世界局勢 我們應該 同舟共計 集結眾人的力量 要成為 翻轉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總之 基本原則 共同社會國家治理 對內 聯合政府 團結台灣 對外 台灣自主 兩岸和平 你我同心協力 讓社會和諧 政黨和解 兩岸和平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浪費了 我們要包容共生 不要彼此仇視 我們要法治 不要人治 我們要民族 不要民粹 各位夥伴 加入我們 義無反顧 拼一次 加油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加入我們 共同啟造新台灣 共同啟造新台灣 2024 是翻轉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不要再受藍綠 惡鬥的意識形態綁架 請相信台灣民眾黨 請相信柯文哲 請相信美好台灣一定會實現 謝謝大家 我們掌聲鼓勵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唯一的選擇 柯文哲 唯一的選擇 柯文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